台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近日繼續召開 今日由民進黨議員侯淳差 國民黨議員林燕柱 林美燕質詢 而侯淳差改為書面質詢 由林美燕和林燕柱聯合質詢100分鐘 林燕柱和林美燕在質詢開始時 身穿學生服開場 扮演學生妹到教室上課 都是你啦 就是你跟小莉莉同學比較好 所以我的小奶奶才不來啦 都是你啦 你的小奶奶啦 莫名其妙 是怎樣 教育一定要教小禮派 就叫大家都教育派 你怎麼看呢 今天有百個學校的同學來給我們看呢 你都沒人 沒有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小奶奶只是叫同學不要來而已啊 又沒有叫老師不要來 有 你不知道 小奶奶叫同學 他不要來 還叫老師 新讀書人 校長都不要來勒 反正你不要跟小禮禮同學好 我就沒事啦 隨後總質詢正式開始 而林彥柱便裝換成月光仙子 雙仙質詢 質詢以卡通的議題過程中 林美燕則躲帶市長賴清德德人行立牌後出場 兩人一帶一唱上演一幕幕令人笑半的畫面 高少中帶著濃濃的諷刺一位 林彥柱針對殯葬基金議題質詢 他表示台南地區殯葬業焚化爐有十處 已經不服使用 而還有六處焚化爐是屬於荒廢狀態 以致民眾現在使用廢棄的焚化爐倒垃圾和資源回收 林彥柱說現在的焚化爐已經不夠用了 政府可以叫他太重換新 以緩解目前焚化爐不足問題 我們台南市有生育補助金 但是我們的先人離開之後沒有尊嚴 台南市政府不補助 連走了之後 我們要燒都還要自己付錢 要稍微自己付錢 我們有殯葬基金 我不知道這個殯葬基金是在做什麼 我們應該這樣講 這三年的賓葬基金加起來16億多耶 那他花費的總共12億多 我相信沒有 賓葬基金是都花在家 既然賓葬基金是我們台南市的公共財產 共有財產 他必須要住在台南市的人應該去回饋吧 林彥柱最後針對賓葬管理條例 對往生者在三天內火化才能得到補助的規定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讓民眾享有更好的福利 這支黃俊華林志德台南報導 這支黃俊華林志德台 還要繼續提供 是黃俊華林志特